这个事儿,你们什么热点不热点,让你热才热得起来,不让你热喝你根本就冰凉 那么这个现象呢,我觉得除了翟天林作为一个演员吸引的注意之外 我认为更值得注意的的确有一些,比如说在教育系统内 当官的由于权贵他能够得到很高的这个专业职务 比如说,我自己更加关心那个什么现象呢 就是高官当博导,高官当博导的这个现象 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面是比比皆是 而且学校里面也非常愿意请一些高官来当博导 那个重庆王立军不知道刚没当过博导 王立军不知道几十个学校是兼职教授 那么就是这个现象,我认为是更值得思考的 就是说,官本位思想在中国的这个教育系统内 它是非常非常盛行的 那么到今天来讲,它背后也有各种腐败的现象 比如说,其实知识界对这个问题以前的吵过多少次 你像2010年3月的时候,文艺理论那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刊物 文艺研究就登出过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冰冰指责 那个清华大学中文系汪辉的那个博士论文 也是说有多数存在这个抄袭 后来这个事我们还搞过一次集体的给那个清华的那个签名 后来这事不也不了了 谢谢大家